朋友來到我家裡面的話 一進門就會覺得有一股木頭的蛋香味 在北京的時候可能會接觸的圈子也比較多 所以在這裡生活可以遠離一些人群 宇航是我老家 我之前在北京 我父親那個時候生病了 然後就回來了 在農村裡面的話 就用鋼筋混凝土的房子 文化的傳承其實是有所缺失了的 古代的時候有好多種木頭房子 做的都是很精緻的 我也想要弄一個 這個房子就好像搭積木一樣 外裏面的主體和屋頂 大概十來天就搭好了 鄰居他們也是很驚訝的 正常用鋼筋混凝土蓋個一兩層的話 其實也要好幾個月時間 木頭是每一根都有自己的編號的 都是在芬蘭的工廠裡面加工好的 只要知道哪根木材的順序 疊起來就好了 木結構的房子來說 就要遠離地面的這種潮濕的環境 所以我一樓就做了混凝土 加上三樓這個閣樓可能有250平米 這個木屋的一些結構 墨室會比較偏小 但是公共空間會比較開闊比較大 二樓有一個超大的落地窗 視野更廣闊 芬蘭的齒松有100年的木頭 200根不到一點吧 30噸木材 從芬蘭運過來 大概也花了快10萬塊差不多的費用 這種木材基本上要在北極圈以內 它生長比較緩慢 質地就會堅硬一些 木材算是一個活物 空間過於潮濕的話 會把過多的這種濕氣吸到木材裡面 空氣中又特別乾燥的時候 會把這個水分釋放出來 每一個窗戶都是我自己盯的地暖 都是自己鋪裝的 我自己來施工 也是一個跟這個房子溝通的過程吧 國內的這種損帽結構 必須要在現場加工出來 然後再去安裝 木工師傅的這個工作周期會變長 工藝要很熟練 設計軟件 設計好了圖紙以後 它直接就可以生產 要用多少根木料 大概多少地方算得很精密了 我們建完這個木屋 就用剩下的這些木頭 來做一些工藝品 然後我就覺得它好厲害 我提出的想法 它都能給我實現 茶櫃、方凳、邊桌 還有戶外的那些椅子 都是它做的 這個村子裡面年輕人會比較少 整個村子基本上過了9點 可能差不多就會比較安靜 我們一般10點多睡覺了 然後早上可能差不多 6點多一點就起來了 所以在這裡生活也挺耐得住的 我們也偶爾進行邀請朋友過來 一個月會有一波客人 基本上每天早上起來 我們會沿著這個山間的小路 跑一圈 然後再開始一天的工作 在北京工作了有6、7年吧 那個時候因為我住在五環外 沒有地鐵 所以一般會選擇坐公交 差不多要一個半小時以上吧 我太太大部分工作就是做設計 現在在家這邊可以遠程辦公 有時候住久了的話 其實內心會有一絲焦慮的 不過現在互聯網 其實你也能看到大部分的東西 我覺得其實人還是要和自己過的 自己心比較近的話 我覺得生活就是這樣子吧 所以 festive時間 太太太了 就這樣走